你谈了个女朋友,她怀孕了,怀的还是前男友的,是这样吗? 是 你20岁 20 20岁,你说 24岁,然后呢 你24岁 对,她爸妈我也见过了,就是今天刚去见的,她爸妈的意见就是说,只要就是,我们就是干嘛干嘛的,就是她就统一 但是呢,我这边还没跟我爸妈说 咋就是,你这女朋友想把这玩意生出来吗? 对,她不打,她要生下来 那要生的话你就不能要啊? 嗯,就,就那个,不谈是吗? 那你要给别人接盘吗? 如果,如果不这样呢,她以后的话可能就,以后的生活可能就很... 你管她呢,那是她的呀,你需要负责任吗? 这肿又不是你重的? 可是就是,就是不想她以后过得这么就是... 稍等稍等啊 你说什么?怕她过得惨?你再说 啊,对,就怕她以后的生活不好过 她以后的生活不好过,怪你毛线,让她找前男友啊 她前男友就是,脱摸的就是去,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就是那个,去,去什么什么什么店了,那个国家了,就... 缅店? 耶,对 然后呢,去那干嘛了?当骗子了? 嗯,对,然后她前男友就给她说... 啊?去那里去做电炸了,是吗? 对,然后她前男友就说... 那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男的,她的前男友明知道,要做骗子,她还去当,她的男友一定是一个很不这么低的人,前男友,她生的娃,有很大的概率是个不咋的的人 我告诉你啊,这血脉传承,你一定要相信的哦 这个应该没有吧 有的 就是 不要,不要怀疑我的话 咋了 所以就是 所以我现在就是 就是 她为什么要生 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她感情,前男友感情还很深呗 嗯,不是,她是舍不得,毕竟她说的是她身上自己的快速嘛,她舍不得大 那你要帮她接盘呢? 你是条件差到,娶不到老婆吗? 不是啊 我,我也是做主,我也是做主播的,我是和她在网上认识 你主播一个月挣多少? 也就 几个,几万这样子的 大概几万? 三万四万这样子的 你二十四岁的男生月入三四万 你找老婆好找啊 你做什么主播的? 就 就聊天的唱歌 那你这种主播,你找个女朋友不是很容易吗? 你有毛病啊?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就对她上头了嘛 然后就加上就感觉她以后把孩子生下来做 你把这件事跟你父母说说 你说爹妈妈妈妈妈妈妈我要娶一个 怀了别人,怀了前男友的女朋友 她要生下来 你看你爸妈让不让你娶,好不好? 我这边还没有跟我爸妈说啊 那你说一下 你要是我儿子打断你的腿 你要是我儿子我真的要打断你的腿 可是就是 都是同一个女人啊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你要把孩子生下来 那你会怎么状态理解? 那不可能就 以后一辈子就一个人就把孩子养大吧 干嘛干嘛的 那就算是接盘 也要找个 这种 最起码你又不是没得选 你又不是条件差的 我娶不到老婆 对不对? 只要这个女人把这个娃生了 未来再给我生个娃 我这一生就满足了 你又不是这一挂 可是人生他就等等 就这么 就这么几十年 过了就过了呀 跟谁过不是多呀 你后面发现跟谁结婚都是结婚呀 你后面的日子 你该遇到事情 还是要遇到这种问题的呀 你谁告诉你 你的意思是 你娶了别的女人 娶了别的未婚女 然后她有可能给你戴绿帽 生个别人的娃吗 是这意思吗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你能不能找个 你就算有这种可能性 你不能找个确定性吧 你宁愿选择一个可能性 你也不能要选择一个确定性吧 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意思 这是确定性 那是可能性 那是两个概念呢 嗯 可是我今天有去见她 去见她父母 她 这个女人得漂亮到什么地步啊 嗯 还好 就是 还好挺大 挺搭动的吧 哎 怎么听啊 等一会儿说 我真的真的我听不下去 你真是有毛病啊你啊 你病得不轻 要不要去精神科看看 我 看看心理医生去 你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正常的 我不用看 你不正常 我不觉得你正常 直播间150个人 没有一个人觉得你正常 就结婚 这一辈子跟谁过都是过呀 结婚以后你遇到的问题 估计还比这个还严重 还有一个问题 她可能生了这个娃 她怕你 她怕你生了自己的轻生娃 对这个娃不好 她可能连你轻生的娃 她不是给你生的 行不行 那可能就是后续 后续再考虑的问题 你妈怎么养了你这个 玩意儿 你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醉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在我 就是你们是来气我的吗 那你想让我说啥 我说哎呀去吧 对吧 我要我要拯救她悲惨的人生 我要当一个冤种大哥 我要当一个接盘侠 拯救她 我要奉献我自己奉献我自己去拯救她 是吗 啊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 有一种人是这样的啊 就是如果你做了 伤害自己的事情 伤害自己的利益 去成全别人的事情 那也是一种恶 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打电话了 她现在给我打电话了 我应该接不接 别接了好吗 我还是接一下 我等会一下人家 你先别接了 过一会儿再过十分钟她回给她 不行 我先接 我见过冤种的 没有见过这种 明知道是冤种 非要往上冲的 好像我说服她 好像是 我错了 啊 是我错了吗 我错了是吧 我不该说服她 我应该说服她去接盘 我是不是错了 你看我直播间是不是奇葩狗的 她不是逗我玩的 这一定是个真事 你们不要觉得很多奇葩的事不是真的啊 你们说有的兄弟啊 他就是拼了命的要去当接盘侠 还说什么 啊 我娶了未来的女朋友 未来我娶个未婚女 没有是没有怀过孕的未婚女 她生的孩子也不一定是我的呀 那是可能性对不对 你未来就是有这个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可能性 生的娃不是你的 你也不能找一个板板不是你的 娃的这样的女人吧 啊 还怀着孕 啊 你们是你们是脑子有坑吗 脑子被驴踢了吗 脑子有病是吗 脑子有病是吗 你们你们支持吗 支持那个刚刚那个兄弟去娶那个女的吗 接那个盘吗 而且这个男生一个月挣三四万呢 月入三四万的男生 24岁 对不对 他很强手啊 这么优秀的男生 他找个年轻漂亮小姑娘不是很容易吗 他要给人家接这个盘 哈哈哈哈 还劝我 还要说服我 说什么 人生就这几十年 啊 你作为女人 难道你不应该向着女人说话吗 或者作为女人 你狠心看得到那个女人这辈子自己一个人带娃独自生活吗 那他自己要选择这么样干的呀 是不是 我也没有劝他非要打了呀 他可以自己不结婚吗 他干嘛非要是拉上别人的人头 对不对 好了 大家有什么情感问题抖音头条西瓜搜 凌脉聊人生 追我联系方式找我私信投稿付费咨询 拜拜